叶念琛 奢施曼 罗仲谦 陈家宝 傅佳丽 卢颂之等人 今日一同出现在人约离婚后的宣传活动现场 导演叶念琛在活动上表示 很多人看过早前发布的预告后都表示非常期待这部电影 今次的内容比之前两部更刺激 更大胆 他更提到与偶像奢施曼合作感到很荣幸 奢施曼表示很喜欢电影李阿宝这个敢爱敢恨的角色 他更提到拍摄这部电影做了一些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做不了的事情 尺度颇大 但是对于真实的婚姻 舍施曼仍然保有自己浪漫的想法 我觉得结婚是一个很神性的事情 我觉得是如果我找到一个人可以给把我的一生一世的给他 我就不希望会离婚呢 我觉得应该一直到老 到我八十岁的时候还握着我的手握马路 就最开心 男主角之一的罗仲仙被问到 拍完这部电影后会不会对结婚产生恐惧 对此罗仲仙表示应该不会自己更会尽量避免有离婚这件事发生 自己还是对婚姻充满信心 最好不好的最好是医生医生医生可以的 那么OK 还比你还好 我当然对我来说 如果爱得欢迎反面最好是可以做一个朋友 因为在爱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很了解对方 所以做朋友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跟普通的朋友不同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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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